双方的较量开水了 韩普对阵乌拉圭 他们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创造力 功亏一篑 球在罗德里哥 很坦克 他选择打高 好球 识破天津的开场 反击就在这么打 迅速 果断 毫不留情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 suspension ES 0-4-4-4! number 6 好球 ряд cab ゴール 枱 吴拉圭先下一城 我认为这个进球会给他们巨大的动力 主教练一定会希望他们乘胜追击再入一球 不过现在还远没到坐享其成的时候 试图快速通过中场 他阻止了进攻 凡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 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 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 他仿佛在跟对手说 到此为止吧 韩国试图制造一些危险 直接长传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倒过头顶 孙兴敏前面非常开 飞针乐剂 这个投球质量不高 在前门正前方 他没能把握住机会 我不得不说他还是嫩了一点 对手呢 中文字幕——YK 他从右路推进 现在看他如何选择 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 漂亮的直赛球 很有穿透力的传球 及时地破坏了 一记长传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孙星明拿球 卡赛雷斯 卡赛雷斯长传到前场 最近谁能抢到球呢 孙星明拼命跑向球的落地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半场哨声响起 好的 经过45分钟的激烈对抗 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 但是这里唯一的进球 确实堪称 上半场的高光时刻 应该说比赛很精彩 他们的表现不是很有说服力 但肯定的表现得很好 尽量别把事情搞复杂 只要自信一些 也冒冒失失 经常失误就好了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韩国不能自乱阵脚啊 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地做出调整 并立正在下半场比赛尽快取得进球 为此他们必须要全力以赴 球转移到了右侧 西门尼斯位置非常好 断球成功 迪格拉克索尔特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提球射门 他成功了 这样一来 他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力了 太给力了 神仙也救不了 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 都很难扑出来啊 更别说一个了 这个射门太刁钻了 一方是1 comunidad 一山猪翼 中年育常 二一直 parcette 暂第一 isk deck 准够 杜牙 准备 傑津 再 显然其中一支球队 已经牢牢掌握住了主动拳 就在孙星敏脚下 滑手漂亮 太及时了 打赛雷斯 要到前场 化解了险情 球马上要被抢回来 直接长传 文坦库尔抢了回来 路易斯 苏亚雷斯打球 苏亚雷斯跑位时机啊 真是登峰造极 一记长传 看孙星敏 脚下动作真快啊 球打到中路 不行啊 这种球很难被队友接到 韩国 又抢了回来 漂亮的脚下功夫 抢得多久 球传得很好 但是射门太差了 他们在季区内有很多的选择呀 但是却互相谦让起来 实在是缺乏魄力 韩国 又要替补队员 即将登场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时候该让替补球员给球队一些动力了 不过他能给球队带来什么影响还是很难说 因为现在有点晚了 有点显示 这个断球干净利落 杰格 裁判员结束了比赛 不但球员开心不起来 忠实的球迷也一样 最后 他们还是战败了 这个结果让人失望 苗坤同学 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韩国一直踢得比较被动